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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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德旅行當然要住兩酒店了 今次為大家開箱大阪OMO7 去年先開幕 今次前開幕 夠新正之餘 還有超多配套及活動給大家參與 大阪OMO7於2022年4月開幕 酒店非常新正 空間感十足 一入到酒店就可以見到巨型大阪地圖 有齊附近景點和美食 非常貼心 Check-in完之後就可以拿到日用品 有齊牙刷、棉花棒、梳等等 還有浴衣 今次我們入住Corner Twin Room 房間層L型 有超大梳化和窗 採光度十足 在房間裡已經可以直望通天閣 洗手間和浴室分開 那就不怕損廁所用 Omo其中一個特色就是這個單單房型 切上下隔床 還有一個小客廳 三個朋友一起睡 剛剛好 再多些人的話 就可以選這間Ito Butter Suite 最多可以住六個人 酒店有近一半area都是大草地 大家一落樓就可以隨便Chill 夜晚的草地更加會舉行燈光表演 而四月還會變成櫻花特別版 大家可以一邊探免費啤酒和迷你雙壽司 一邊上映 臨訓前記得要去拖屋 一共有三個池給大家慢慢浸 而野食方面 酒店一共有兩間餐廳 提供早午晚餐 Omo Dining 提供自助早餐和晚餐 早餐可以吃烏冬和蔥燒 而晚餐就有串炸和和牛湯 全部即叫即做 另外亦都有cafe 提供不同小食和餐點 酒店更提供周邊享度活動 由當地人導遊帶大家深入大阪 體驗真日本文化 例如帶大家走新世界商店街 途中更加會介紹本地人私藏餐廳 酒店鄰近JR新金工站 由機場乘搭南海電鐵就到 非常方便 大家找大阪酒店的時候 不妨考慮一下這間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